定着大热天 一个接着一个等 从山脚下开始往上排 这人潮近足足有100公尺 原来是因为京都必喝咖啡品牌 正式来台插旗 统统要抢先朝圣 小小时平的空间 白色基调和玻璃穿透的设计 让整间店看起来简约有新潮 而外观也有小巧思 这面墙就特地选用了台湾的元素红砖 打造出台日融合的在地特色 自行烘焙的咖啡豆变身浓醇香咖啡 就算最贵一杯饮品要价200元 民众还是要买来拍照打卡 回味日本滋味 大概7点半来这边排队 排在快两个小时才买到 然后我想说回一下日本 当初旅游喝到那种感动 一个小时多 之前去日本有去过两家分店 然后觉得这个店还不错 然后来台湾开玩笑说就来试看看这样子 看准台湾黑金商机 预计今年会在台湾再展三到五间店 而本土咖啡也有新店应战 360度环状大理石吧台 空中还悬吊着咖啡飘香装置艺术 斥资千万在新衣区打造精品咖啡旗舰店 要让你把喝咖啡当成时尚品味固定来消费 另一家也是台湾品牌则是翻转老宅 在松山文创古迹锅炉房里打造了第二间旗舰店 夜晚还会化身古迹咖啡餐酒馆 让咖啡不再局限白天 现在很多新的网美店都是外形跟内涵是兼具的 还蛮喜欢就是去各种不同的店打卡 台湾咖啡商机大 且即使一杯要价破200也照样有人买单 也难怪不管国际还是本土都是一间一间开 东森财经新闻可黄明叶子晶台北报导 都在东森财经24小时故事直播